次日,金韩德让安排,耶利贤悄然出宫,去见萧斯温。萧斯温意为此事,心中记挂。他虽不知耶利贤来的本意,但也想到几分,料是近日来双王求亲。耶利贤怕是立道自己会因为姻亲关系,而心思有所改变吧。 当下见了耶利贤,知道大王人品贵重是大辽将来的期望,还是不要轻易设险为好。耶利贤听出他话中的意思,只得到斯温宰相修怪名以冒昧前来,只是昨天在宫中听说了,太平王于习引求亲之事,恐斯温宰相多虑,因此前来,你我互相沟通,不至于生出一律来。 萧斯温心中一领,道,老陈记已经效忠于主上,一心辅佐,因此,我打算拒绝二人谦逝。 耶利贤虽然想过,萧斯温不见得因此动摇了政治主张,然见他亲自剖白,也不禁暗暗松了口气。 然萧斯温如此回答,固然是能够坚定立场,却于大势无补。 他当下拱手道,斯温宰相,忠诚可见,然如此做了,我固然不会疑问,却让斯温宰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了。 萧斯温何曾不知道这个道理,只是他怕耶利贤特地为了此事而来,他不给个态度,岂不成了首输两端。 见耶利贤如此说话,心底一松,道,不知大王意下如何。 耶利贤当下道,贤特一来就是为了,和斯温宰相分说此事。 西因有污至大王为媒,太平王有主上相主,情势至此,岂能拒绝。 若是斯温宰相拒绝,不但惹主上之谊,也是了污至大王的情谊。 我想斯温宰相若不是怕我疑虑,应该早答应了。 萧斯温听到这话,正中自己心思,口中却道,大王何出此言? 时事令晨不安了。 耶利贤白白手,笑道,我知道斯温宰相怕我存疑,才迟迟不敢应成这两桩婚事。 您实在太多虑了。 斯温宰相当日因我几句话就答应住我,可见您心怀大聊,与我是同道中人。 如今远撒个世大,习音与巫谷里姑娘有情,这两桩婚事只怕您都难以回绝。 况且,她顿了一顿,缓缓地道,从来大业之谋,常有不测之险,岂能尽如人意。 万一是有不遂,皇位毕竟都在横杖三房之内,斯温宰相许家二女,不管将来事情有何变化,都可保无恙。 笑斯温脸色,一遍耶利贤说的,何曾不是她所犹豫的? 否则的话,她早就一口回绝两人了。 其实耶利贤一说得很明白,皇位都在横杖三房中,将来便是耶利贤失败,皇位最大的可能。 一时落于习尹或者掩萨葛的手中,则萧斯温反而是进退自如,三方皆可下注。 如今耶利贤亲自道府,对萧斯温说出这样的话来,可谓成这一集,便纵使萧斯温老魔深算。 听了此言,一时赶佩无比,当下长一致此,惭愧地说,大王一番话,教老臣无地自荣矣。 却原来不是主公一臣,而是臣一主公。 耶利贤忙扶助他,道,我知谋事,本来就是为了家国天下,岂会为我一己之力猜忌他人。 斯温恳助我,我感激不尽,岂能因我之事而拖累他人。 君臣跪在相知相信,要紧的是你我两人,不可因为这事生了嫌隙。 萧斯温常叹一声,主上有如此心胸,大辽若落入他人之手,亦非幸事。 两人正说着,却听得外头隐隐有人声。 萧斯温停住话语,问道,得让外头出了什么事。 两人谈话,便在萧斯温书房内间,韩德让在外间守着,管家虎斯在书房外守着,院外更有侍卫把守,如此三重把守,可谓是防卫孙颜。 但这样孙颜的把守,也不过是起到预警作用罢了。 如今外头骂人,却是一个意外。 韩德让见萧斯温问话,连忙走了进来,道是燕燕来了,虎斯大叔正在外头拦着他呢。 萧斯温欠然对耶利贤道,小女玩猎,大王物怪。 耶利贤却没有回答,反而走出了内室。 来到外间时,便听到了外头那又娇又懦的少女声音,果然是草原上见过的那女子。 她心潮,起伏,转头看到萧斯温和韩德,让也出来了,对二人道,反正事情也说完了,我们出去吧。 萧斯温点点头,推门出去。 耶利贤退后一步,跟在韩德让身后坐随从撞也走了出去。 燕燕却是听说韩德让来了,如今正在萧斯温书房,这是常有的事。 她便也如往常一般听到消息就跑来找韩德让了,不想却被虎丝拦在门外。 燕燕心之闭是有什么要解释,便向虎丝打听着里面的情景。 不想才问的几句,便见萧斯温开了门,沉着脸道,燕燕,你越来越淘气了,以后我在书房语人意识,不许你再进来。 燕燕见韩德让身后还跟着一人,却是看着陌生,也不极细看,知道必是阴有外客在,所以自己才挨了萧斯温教训。 他这点倒是极机灵的,在自己家里淘气罢了,当着外人的面却是要装乖的。 当下也不辩驳,只秃了兔舌头一溜烟的跑了。 他走得急,自然是不知道,在他身后,耶利贤凝视着他的背影久久不渝。 韩德让见他看着燕燕的背影发症,以为他是疑惑燕燕的身份,忙道,燕燕便是斯温宰相的幼女,大王请放心。 他虽然看着淘气,却甚是有分寸。 耶利贤点了点头,道,我知道,我亦曾听你提过他。 刚才虽不及当面细看,看背影,应该是个灵秀姑娘。 韩德让哈哈一笑,灵秀是灵秀,就是胆子太大,什么都敢做,太让人头疼。 耶利贤仍看着燕燕远去的方向,听了此言,只微笑着说,后族的姑娘,自然气魄不一般。 萧斯温叹了口气,沉着三个女儿怕是都太有主意,我这父亲也难做他们的主啊。 两人又说了几句话,耶利贤便告辞出府。 他出了府之后,托辞要在城内走走,便雨寒得让分手了。 然而,他没有就此离开,而是在萧斯温府不远处,找了一家小茶馆,坐在那里。 远远地看着萧斯温府那条街向进出的人群,只做了将近一个时辰,这才离开。 此后,他以伤势以好的名义,接掌了掩萨各曾任的禁卫军,指挥使之职,借着巡视的机会,也是常常转到萧斯温府附近去。 他的近视初补看出他的心思来,劝道,如今正是要紧关头。 大王切勿沉勉思欲而因小失大。 耶利贤苦笑, 楚补,你放心,我自然是知道轻重的。 他顿了顿又道,如今大叶未成,我生死犹事未定,如何能去想别的事情? 我,我只是看看他罢了。 楚补却指着他书桌上的话,道,大王留着这些,若是让人看到,岂不是将软肋落到他人手中? 这段时间,耶利贤画了好多幅艳艳的画,这桌上皆是他画的草稿。 耶利贤收起了笑容,看着桌上的画,半赏,忽然道,都烧了吧。 楚补一正,烧了。 耶利贤点了点头,楚补便点了火,将这些草稿一张张放到火盆里烧掉。 耶利贤看着那火光,吐沫一张张艳艳的笑容,心头莫名燃起的感情, 也如这些画像般,渐渐的一点点画为灰烬。 眼看就要烧到他第一次画的艳艳,在马上回眸的画像时,耶利贤忽然道,这张留着吧。 楚补立刻停手,却见这画像还是熏黄了一角。 楚补低下头,把这张画放回桌子上。 耶利贤走过来,看着那幅画,这是唯一一张画的完整并上了,色彩的画。 他看着烧黄了的一角,轻叹道,你把它好好地收起来吧。 我怕烧了,以后再也画不出来了。 若有成是那日,我便。 他便如何,他没有说下去,只是沉默了。 半赏,他忽然说,我想再见他一面。 楚补一正,只得低头鹰了。 我怕烧不出来了,我怕烧不出来了。 我怕烧不出来了。 感谢观看